- 政府是有做宣傳的,不過大家可能沒有理會的... - 理會的... - 和電視的廣告有播放的,其實如果你有看免費電視應該看過 有聽商業的電台應該有播放過,就算聽香港電台也有播放過 其實就是 - 好了,Hott 說我要多謝這次響,而令我80歲的老爸肯叫999入院 原因是因為周一老爸快測陽性,如果他去醫院會在門口排隊入院 星期二全港收到警報之後,他肯去入院,那就OK了 不要關機的,情部有關子 你關得知我沒法找到你,所以一定不要關機的 所以這個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那個功能千萬不要關 好了,台陽,麻煩你看看特區政府的片段 因為現在有些人說我們盲撐特區政府 但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個不是盲撐的 是他們那幫人盲撐的 緊急警示這個系統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台陽麻煩你播一播 有一條視頻和一條聲帶 等等 不要緊,不要緊 當然,有些人說被警報嚇到,有點怪 其實,林鄭就說 昨天的記者會,其實警示也不錯 不過,自己收到訊息的時候,那一刻也有點怪 其實,專門就是要怪的 如果你像一般短訊那樣,就沒有功能 其實,林鄭月娥是解釋過是怎樣做的 這個緊急警示系統就是2020年立法會 批出的防疫抗疫基金之助設立 目的是要有系統可以在緊急情況下 向市民發放實時公告和訊息 政府過往,如果需要發布緊急公告 主要是靠手機短訊 但不足之處就是發送到流動電話的時間 需要較長,估計要四個小時 而且是逐批逐批發送 如果手機用戶用的是太空卡 就更加收不到 香港就是沒有快去太空卡的 當然,參考了其他地方 日本、美國都有類似系統 立法會也同意設立 用區域廣播技術 令到本地2400萬流動電話用戶 在同一時間收到同一訊息 為什麼醫院那裏 因為醫院是龍頭醫院 是九龍中的龍頭醫院 每天醫院管理局七個聯網 十七間急診室裏面 最繁忙的急診室 一間醫院的急診室工作量 已經可能是整個醫管局管理急診人士的十分之一 即使是住在新界居民有事的時候 都可能會去伊利沙伯醫院 將伊利沙伯醫院變成定點醫院 需要消防處配合 但是市民未必知道這個安排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看敬意者會 尤其是政府的記者會 要第一時間讓全港市民知道 伊利沙伯醫院不收非確診患者 是屬於可以作緊急警示 符合當日立法會財委會的使用要求 明白嗎? 即是人們說我們是盲撐 你想想也知道不是盲撐 好了,台藥麻煩你播一播視頻 等等等等,我的機器還在運動 有點困難,有點慢 我們現在已經沒什麼資源了 我們的資源已經糟糕了 已經糟糕了 不要緊,那說一下究竟 一套這些系統應該多少錢 當然有些人問這個問題 億五很貴 為什麼要億五這麼多 便宜一點不行嗎? 千萬就行 好像剛才坐以待斃的何君堯議員 他問這個問題 雖然他 其實一早已經看過了這些文件 但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一樣 你說是不是很可笑呢? 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這些系統 剛才我們也提了一點 就是他做的時候 他一定一做的時候 他就會收一筆錢 幫你做 還有你做這筆錢的時候 他不單止是幫你搞承辦商 要收錢 其實 你要做一些博入 那些電訊商也是要收錢的 為什麼要收錢? 有牌照那裡收不得嗎? 這個是楊無出在楊身上的 我想跟大家說 政府不在這裡付 在別的方向 也是一樣要付 其實 根本就不存在可以不付 即是你們那些議員 自己就可以收錢 別人就要一元都不收 即是你們自己就坐以待幣 別人收少少錢 你們都要吵 為什麼不請義工? 請義工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給三萬多元去請人? 大哥 這個世界 就是這樣說 這個是金錢世界 香港資本主義社會 就算內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你都不可以經常請義工 是一元都不給的 志願人士 是一元都不給的 你怎麼都要給回居馬費 才是公道的 大哥 是不是 即不是你們這些議員 個個都坐以待幣 要其他市民 另外一個坐以待幣 市民就真的坐在那裡等死的 那個坐以待幣 那好吧 我們先看看片段吧 好 請向電信營犯相查詢 路面這麼亂 別再說不吵 電視有播放這個廣告 真的要告訴大家 電視電視有播放 還有電台也有 另外播放聲帶 好 播放聲帶 就要給我一點時間 不要緊 深水埗島郡就說 上海應該也是區域廣播 去到某區域立即收到重要訊息 之前有網友就問 如果在外國會否收到,是收不到的 因為它是根據那個Salesite 即是那個發射站去播放的 如果全港發射站都會播放這個信息 它就會收到,就是這樣 好,我們來聽電台的廣播吧 好啊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 我也收到 你說的是政府設立的緊急警示系統 這個系統經手機即時發送有關極端天氣 嚴重威脅公眾安全 及公共衛生事故等緊急訊息 讓市民可以及時應變 不過,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機設定 才會收到這些緊急訊息 有疑問,請向電訊刑辦商查訊 收到緊急訊息 時刻保持警惕 其實,那些人罵政府 說真的,這些在香港是有播的 我們為什麼會找得到? 因為我們就是知道 因為我們就是知道有這些情況 那些網友說不是的 這個系統 其實一早已經知道有這件事了 是有些人自己不理 然後現在就找個位置來罵這個特區政府 其實是不公道的 不過呢 當然,你看看那些政棍 做事有多可公道 他們那班人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說明是政棍的 怎麼會公道呢 其實公道是不在人心的 所以香港就是這樣 公道的人就不會做政棍 對不對 是啊 這個就是很麻煩的情況 他們是刻意地搞的 你想一下 如果刻意地搞這個問題 你自己看得到 其實我看得到就呆了 即是你不可能在這樣的情況 都要去罵這個特區政府做得不好 說做得貴 那我舉個例子 剛剛才... 因為我提到昨天 我叫James 找了一些資料 那我剛剛才能開到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們這裡 他做的那個系統 他最初就... 這個要說回來 就是最初的時候 他是在2015、2016年 他已經開始搞的了 2015、2016年開始搞 那時候的東西當然會比較便宜 是不是 就是不會現在這麼貴 是不是 就是... 那時候 其實我們這裡做的那個系統 如果換成港幣的話 已經花了 六千多七千萬港幣 只是建立那套系統 然後每年 剛才我說過 是要給差不多 兩千萬 一千五百至兩千萬 那麽多錢去維護這個系統 就是根本就不是 說可以很便宜做得到 就是有些人經常都說 很便宜 便宜一點都可以 不用那麼貴 是不是 就是很坦白說 你這份人工都可以便宜一點 對嗎 對嗎 不可以的 對嗎 一個崩不少可以的 是啊 其實 香港已經做得很快 我跟你說 我們最初 新生銀行做的時候 一五年的時候 就做business case business case都要錢 就是做那個... 計算那個成效 和成本 就是要計算那個 economic assessment 做那個經濟效率 看看有沒有 做了一年 那個business case 一六年 那就... 計算要用多少錢 然後再做一個spect 一六年 然後做了一個spect 之後 做了一個標準 之後 然後再去市場那裡 找一個供應商 那麼2017年 就做好那套東西 年底就測試 然後再做那個... 就是那個... 那些標準 那些protocols 就是... 一定要做的 就是那個標準 那個工序 然後呢 就做推廣 好像... 其實香港都做了 香港不過是全部的東西 壓縮在一年而已 就是... 在新西蘭做三年的事 香港壓縮在一年做好了 香港很快 其實香港是很快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要拖場來做 其實... 因為... 為什麼拖場來做會便宜一點 有時候就是... 因為... 這些就是... 那些... 做事的人 通常都是這樣的 如果... 你做事... 是要快 你一定是沒有得便宜的 通常就是這樣的 你慢慢做一些東西 可以便宜一點 這個就是現實了 你要快、靚、正是沒有的 這三樣東西是不存在的 你只能夠... 你要快 就沒有得靚 也沒有得便宜 你要靚 你就沒有得便宜 也沒有得快 就是... 你要正 又沒有得快 又沒有得便宜 這也是這樣的 這三樣東西 你沒有辦法共存 香港人經常說 快、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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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多快、靚、靚 這個世界 真是... 很好笑的 人們說快、靚、靚 沒有那麼多快、靚 快、靚、靚、靚 就有 真是很好笑的 其實... 每年都要付錢的 新西蘭做這套系統 就是... 他那個... 就是... 找那些承辦商呢 他計算的數字 就不是... 就是... 一獲就收得多 他之後呢 要慢慢收回你 慢慢收回你 之後呢 每年都要付錢的 其實就... 那麼... 香港那個情況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年都要付錢的 因為... 那些細節我是找不到的 因為我也不是議員 其實... 職責根本就是在議員上 告訴市民 究竟搞什麼 就是... 財委會是搞什麼 是不是呢 你以前還是在地區直選的 何君堯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你應該解釋給你的選民聽 這個財委會的討論文件裡面 說什麼 是不是 不是的 是不是 是不是 當時有一個人 就叫做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他都... 在附件8那裡 剛才說的附件B8那裡 他有問 設立緊急警示系統 就說 而採用的區域廣播技術 每秒可傳送的數目為何 其實這些根本就不用問 根本的技術是一樣的 我告訴你 香港立法會就是垃圾 其實... 我不是想罵這個莫乃光 不過他也是垃圾 他說 發送於指定地區所指的範圍大約為何 不是一個銷售 那你指定地區的時候 你要發多少個銷售 就自己定 其實這些根本就不用問的 但是 當時這個 Charles Mark 木乃光 立法會議員 資訊科技界 就問這麽暗圈的問題 我跟你說 但是他也沒有問 要多少錢 是不是合理 其實那個造價就很合理 其實 一億五就 然後呢 不是貴 老實說 不是貴 還有你說 採用緊急警示系統 所發出 指示發送緊急公告 和訊息的準則和機制 是怎樣 他問的時候 當然還未定 是不是 負責審批的部門是誰 到最後 到最後 當然 就是 保安局 起碼都是要 按鍵才可以批 是不是 好了 接著 營運新系統 透過流動網絡 營辦商的電訊網絡 發送緊急 訊息須支付的費用為何 這個 有不同的方法 他怎樣收你錢 其實這些系統 怎樣收你錢 是有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他問這個也是對 但是 最常見 全世界都是這樣 應該就是全世界都是這樣 他每年就收你一個 就是 maintenance fee 就是維持系統的費用 就是收一年收 在新西蘭這個數目 就是每年二千多萬港幣 就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是有用的 而且每人是花幾元 坦白說 你現在香港是750萬人 根本 說真的 是花20元的事 一人花20元的事 剛才 是不是 一人花20元 如果沒有算錯的話 根本不是多 就算200元也不是多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你很多話說 說 要那個牌照那裡 包麻營運商來搞 這麼容易嗎 就是 經常都想著 可以不用付錢 有些議員他自己說 不如 何議員 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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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政府 送給政府 那些 對嗎 說話 人家做事要免費 你做什麼都要收錢 這個人 我不想罵郭君儀 本來這裡已經不是罵郭君儀 不過想起來就生氣 我相信 習慣了找人笨的人 我相信 是不是 這個 垃圾到不得了 其實 深水埗倒棍 以前泛民會去了解針對性 現在那些混蛋都不想 隨時罵 其實我就是說 有人說 我們 罵泛民 還罵得少 建制派 現在 泛民在哪裡 泛民沒有了 還有 罵什麼泛民 還有 還有一件事 他們問的問題 雖然是按摩 就像我剛才說的 莫乃光 那些問題 是按摩 但是他都不是錯了 你明白嗎 他都不是 隨便在Facebook那裡說 哇 億五好多 他不是問這些這麼按摩的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 告訴大家 現在立法會的情況 其實他們的議員 議政的水平 是要提升很多才行 不然 根本幫不了特區政府 他們現在是搞破壞 如果 每個人都像波哥那樣做 好像陳健波那樣做 其實是很好的 但是 不是 因為你看到 香港現在大麻煩就是這樣 就是 濫於充數 騙飯吃的人 是太多 然後就說 我們這些人是盲撐政府 其實他們是盲插的 就是 連文件都不看 應該看的文件都不看 是不是 我們都找到一些文件出來 去踢爆你這個人 根本是完全 文件都不看的 這條磨碌是 是不是 真是可惡到不得了 不是 罵 泛民在2019年都已經罵爆了 當然 其實他們已經 要罵的已經罵了 他們已經付出了 應該付出的代價 走路的走路 離開的離開 當然也仍然有些人亂參與 我們不是不罵他們的 其實我們也有罵他們的 就是有些人說 你們很偏頗不罵 你 喂大哥 就是 你們支持那幫所謂建制派 其樂樂 或者建制派的議員 為社會製造了多少問題出來 他就罵別人是盲撐特區政府 其實他們這幫人從來都是盲插的 做什麼都插 蕭鐵爭就說 一條警報信息而已 這樣也有得罵 是 沒錯 是 不是 有些議員還出來說 好像邱達根 哎呀 浪來鳥 喂 這次第一次用 現在是重要的東西 這個我告訴你 浪來鳥 你也要騙幾次 人家才不來幫你 有沒有聽到這個故事 究竟這個人 是騙的 喂 現在不是騙你 是政府發放緊急訊息 不會拿來玩電話 這個人是白癡的